刀狼火了 刀狼的新砖集火了 近一段时间 我们总能在网上看到有人站出来点评刀狼几起作品 他们都或多或少的获得了热度和流量 细心的小伙伴注意到了 评价刀狼的基本上都是门外汉 什么自媒体作者 什么网络作家 什么时评人 这些人的点评看似靠谱 实则没有太多意义 因为树叶有专攻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罗刹还是能拿到300亿的网络播放量 显然不只是靠刀狼和四大恶人之间的恩怨 近期 知名歌手齐龙在直播间对刀狼窗红一事进行了解读 齐龙是中国山东省何泽市人 2012年 推出歌曲唱着情歌流着泪 2013年 推出单曲爱的世界只有你 2014年 推出第四张个人创作专辑最相思 2015年 参加央视节目向幸福出发 2016年 齐演唱的歌曲《唱着情歌流着泪》 获得酷狗繁星年度盛典十大金曲奖 代表作有等你等了那么久 老父亲 一起走过的 雨中的思念 人声度 唱着情歌流着泪等 他算得上是一道乡土中出来的青牛 他的朴素 他的草根烙印依旧清晰和深厚 不演示 不做作 没有乡车宝马 也没有仙衣怒马 只是一个普通的草根形象 正所谓英雄相惜 相比科班出身的歌手 草根艺人想要成功 付出的努力要更多 直播间里 齐龙说道 刀哥 刀老师的专辑为什么会火 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评论两点 第一点 我认为刀朗老师的这张专辑 他是给大众写的 老百姓喜欢 所以说他会大火 第二 这张专辑有很多歌曲 反映出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真正的有本事的 真正的有天赋的人 不一定有条件能够绽放出他的光彩 反而一些没有天赋的 就是那浑水摸鱼的人 经过不正当的处境 取得取得一定的成绩 并且在上面指手画脚 草根艺人想要成名 作品一定要接地气 何谓接地气呢 就是能够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 能够引发他们共鸣的 除了齐龙 刀狼外 阿宝 阿姨哥 草帽姐 王二妮 其实走的都是这个路线 罗叉海誓这首歌讽刺的 就是现实生活中黑白颠倒 以丑为美的不良现象 这种现象不仅娱乐圈有 各行各业都有 每个人听这首歌的时候 都会联想到 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 同时 从齐龙的评价内容不难看出 他和绝大多数网友一样 认为刀狼这个级别的歌手 不该被打压 那些没有天赋 靠不正规渠道上位的歌手 才是真正应该被世人唾弃的 因此 罗叉海誓的大火 应该给娱乐圈歌手 敲醒警钟 炫技 脱离老百姓生活的作品 是走不长远的 真正能够走进老百姓生活 反映老百姓 衣式住行的歌曲 才是主流 至于刀狼这把火能够燃烧多久 我们拭目以待 对于喜欢华语音乐的朋友们来说 近日的网络热议 无疑是围绕刀狼的新单曲 罗叉海誓所展开的 原本只是一首歌曲 却激起了一场有关过去恩怨的风暴 刀狼 一名充满才华的音乐人 却长时间沉寂在背后 阎人 当罗叉海誓以独特的风格震撼出事时 旧的伤疤被重新挖掘 歌中隐晦的讽刺 似乎点燃了过去被遗忘的冤枉 汪峰 杨坤 高晓松 纳英等大咖 都因为这首歌成为了众矢之地 尤其是纳英 这位在华语乐坛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女歌手 长时间沉默不语 公众的质疑声越来越高 认为她默认了对刀狼的误解和冷嘲 但真正让纳英又回到大家视线的 是她在音乐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三的露面 尽管身处负面舆论的漩涡中 但纳英的职业精神和对音乐的热情并未减退 她的状态与节目中展现出的热情与真挚 与公众对她的固有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事实上 纳英的态度似乎从未被网络的负面评论所影响 在最新的采访片段中 她充满热血 对这档节目抱有极高的期望 但更令人意外的是 她首次对外公开表示 在某些场合说话的确不过脑子 伤害了不少人 这话如同一颗重磅炸弹 瞬间让全网哗然 众人都在猜测 这是否是纳英对于罗刹海事中的 隐晦指责表示的一种反思和道歉 当然 网上的言论总是五花八门 但对于纳英来说 她的坦率和真挚 无疑是最大的魅力 从她的话语中 我们可以明确地感受到 她对待事业的专业态度 以及对于自己所犯错误的真诚悔过 公众人物总是站在风口浪尖上 他们的每一次言行 都受到放大镜的关注 在这种情境下 纳英能够坦承自己的不足 更显得其格局之大 心胸之宽 她所展现出的真实和勇气 正是她能够在娱乐圈 稳稳立足的原因 穿越整个风波 纳英的性格让人重新审视 她直言不讳的性格可能为她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 但也显示了她真实的一面 但是 无论是赞誉还是批评 纳英都深知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自己的言行都会产生广泛的影响 从她的反思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 有血有肉的人 而非一个娱乐圈的标签 随着事件的深入 我们或许也应该反思 当网络上充斥着各种言论时 是否应该更为理性 而不是随波逐流 正如纳英所说 作为公众人物 他们有责任给大众树立好榜样 同样 我们作为观众 也有责任去辨别真伪 不被一时之气所左右 我们也应该有更冷静和理智的判断 不被繁杂的信息所迷惑 更加关注艺人的专业和魅力 作为一名歌手来说 应该说现在的刀狼 已经达到了自己失业方面的又一次高峰 目前 刀狼歌曲在全网的点击率 已经达到了数十一级的量级 这种数量是非常可怕的 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 其实很难想象 一个歌手在音乐圈里 已经沉寂了十多年之后 仅仅只是因为自己发行了一部专辑 就再次将自己的事业 推上了另外一个顶点上 应该说 在整个中国音乐圈里 能够做到这种成就的 可能除了刀狼 也没有几个人了 那么刀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性格 什么样脾气的人呢 为什么这个歌手能够在这么多年之后 仍然能用自己的作品打动广大的歌迷 仅期 笔者注意到网友上传的一则 关于刀狼的视频 也许就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在视频中我们能够看到当时应该是在进行某种聚餐 而刀狼本人也在现场 画面中饭桌上有很多其他的人 应该是刀狼的朋友或者是比较亲近的一些人 而面对满桌的朋友 刀狼并没有急于地推杯换盏 急于地搞一些应酬方面的事情 而是手里拿着一个西红柿 非常认真的吃的 在视频拍摄的几十秒里 我们能够看到刀狼全程并没有与其他人进行交流 只是低头认真的吃着自己手里的西红柿 看起来非常有意思 实际上 从这件生活中的小细节中 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刀狼作为一名歌手 他的性格和脾气的一些特点 刀狼是比较单纯的一个人 汪峰在前段时间录制视频的时候 曾经提到这样的一个特点 刀狼这么多年 很少有消息会出现 即便有一两个关于刀狼消息出现的时候 也全部是与歌曲有关 所以能够看到刀狼这么多年以来 一直在潜心地创作自己的作品 演唱自己的歌曲 心无旁骛 而且刀狼从20年前走红一直到现在 我们也注意到 刀狼虽然是歌手 但是一直没有与内地的音乐圈 有太多的交流 关于这个问题 近期著名的音乐评论人梁源认为 刀狼在艺术创作方面的境界很高 以至于目前音乐圈里的很多人 根本就无法接受这种高水平的境界 再加上刀狼本人的性格和脾气 所以与娱乐圈的交往并不多 包括这次刀狼的歌曲走红之后 我们能够看到 刀狼并没有进行铺天盖地的宣传 也没有频繁地上综艺节目 接受访谈 更没有上镜开播宣传自己和自己的歌曲 所以 从这些细节和相关的事情上 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 对于刀狼来说 创作好的歌曲 演唱好的歌曲才是最重要的 至于其他的东西 对于刀狼本身来说 也许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杜德布说 这样的音乐人确实是大众比较喜欢 也应该是现在从事音乐创作的很多人 学习的一个榜样 这样的人既能够耐得住寂寞 又能够守得住繁华 无论是做人做事都到达了一个比较高的境界 对于刀狼本身来说